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 请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与向导检定的 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你那边有开了吗 有 我这边顺便在录 这是我新买的麦克风 要试试看 我以为你要说 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样子 测试 测试用的 因为这一支很小 然后就想说以后如果出去外面的话 看起来很方便 对啊对啊 但是就没试过试试看 好 OK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好啊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 让他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阿瑟请自我介绍一下 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自我介绍 两位好 我是阿瑟 就普通上班族这样子 爱玩的普通上班族 没有阿瑟你太谦虚了 今天少了一个女主角 因为女主角今天破病在家 对不然的话 他们是一对神雕侠侣 真的是神雕侠侣 没错 一对铁人夫妻 你说你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然后只是比较爱玩 那你到底多爱玩可以跟听众做一下介绍吗 你们平常最主要的户外活动是什么 其实每个阶段不太一样 我们最早是爬山 爬山多 几乎一年可能有五六 应该有十个礼拜会在 十个周末会在山上这样子 十到十五个周末 你说一年吗 对对对对 哦 你说说在山上过夜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是爬百岳吗 还是 其实就是简单的百岳啦 就是雪山啊 武力师秀这种 就是比较入门的百岳 那后来呢 后来就不爬了吗 后来 后来也爬 后来也爬 就是比较少 因为后来开始玩游泳 然后玩脚踏车 然后脚踏车玩一玩就会玩铁人 跑步什么的 就是时间就慢慢分配到 这些其他活动上面去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 你们基本上就是铁人比较多 其实铁人很忙耶 说实在就是很忙耶 哦 因为铁人要练是不是 对 铁人有三项 然后你还 你可能还会配重训 有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你玩多了 你可能这里酸痛那里酸痛 年纪也有一点这样子 就是你就会还有要搭什么 附健啊 伸展啊 按摩啊 对 真的很忙 我觉得真的很忙 听到你说你去比赛 就是一百一十三公里 然后美闻是比赛两百二十六公里 我听到我就整个 哇 吓死 听起来超累的 对啊 是真的很累啊 好 anyway我们今天呢 请到阿瑟啊 我们其实是因为觉得 你看啊 最近天气冷了 虽然说现在在录音的当下 相当的热 我们都还穿着短袖 但是明明就已经十一月十二月了 然后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十二月了吧 我希望那个时候 已经有冬天的感觉了 我也希望 对 对 所以说呢 其实以往啊来讲冬天的时候很多台湾的人都爱出国滑雪 但是今年大家都没办法出国了 真的 好 所以说呢即便呢这个大家很想要滑雪 所以我猜啦 今年搞不好上山的人就会变多 我猜 因为大家还是想要看雪嘛 然后虽然说在台湾的环境有很多高山 但是好像这两年来都没有太大的雪势 所以说好像很多雪逊的团体都没有办法开车 然后啊 现在啊 大家好像很多媒体啊 他都是会报道说 荷欢山 玉山 冬季降雪啊 然后很多人看到雪就会开车上山赏雪 但是其实啊 在台湾不只可以开车上去赏雪 还有很多雪地相关的活动 包含在雪地登山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夯 我觉得啦 今年也许就会变得很夯 因为大家不能出国了 然后大家就想要 又想要看雪 就只好在台湾看雪 在台湾看雪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雪逊吧 而且就算你想雪季登山 那也需要有领队 那个领队是要有雪逊的证明 才可以带一帮民众上山 雪逊这一部分 因为我自己有爬山 但我从来都没有雪地经验 所以就来讲请教一下Arthur 就是他跟他老婆都有受过这个雪逊的训练 那就想了解一下 如果完全的新手 怎么有下雪情况下踏入高山 对啊 因为其实老子来讲 为什么一定要雪逊 先跟各位听众简单说明一下 因为大家看雪 好像觉得雪是一个很清静的东西 但是其实呢 在雪季登山的风险 比其他的山季都高出非常多 所以说呢 特别为了要在雪季登山 就会有一个特殊的教育课程 然后他 这绝对不是夸大其词 因为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啊 你就闯入山于雪的国度 这样子出意外的时候 轻则受伤 重则死亡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就想说啊 快冬天了 就赶快请Arthur跟美文来上我们的节目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当年在接受雪山 登山训练的时候的一些经验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想要先请问Arthur一下 你们自己当初啊 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雪训 我好像是14年参加雪训 14年的冬天去雪训 那在那之前的一两年 其实就是爬山爬最多的那几年 很密集的上山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我只能玩山计 冬天上山是不是应该要 也是想说也陌生 可能是不是要有不一样的技巧 不一样的装备 所以那时候14年的时候 两个就报了雪训这样子 OK 那那一年很顺利的 就是有下雪就对了 那一年有雪 但是我们上山的那一周的雪况并不好 对 就是一些残雪这样子 那我们可能都要走到比较高 我们是在雪山做雪地训练 那我们当然是住369 那我们可能都要走比较高 比如说我可能要走到 什么黑色岭水源地 再过去一点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冰 然后你要走到圈谷 甚至是圈谷在上面 你就可以有一些雪 让你去做一些雪地上一些 比如说滑落自动这样的操课 这样子 请教一下 那Arthur你们是参加什么样的 雪训学校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报名 因为那几年其实开雪训的人蛮多的 真的喔 对 就你想冒险精灵也好 欧阳也好 然后 你说第一个是什么 冒险精灵 李美良 哦 冒险精灵 对 然后是说欧阳台生的阿尔卑斯登山这样子 我们是报欧阳的啦 同时还有很多团 是 那你当初说有很多选择 那为什么会挑欧阳的这个阿尔卑斯登山学校 其实也觉得欧阳名气蛮大的啦 那时候看一看时间阿 价钱阿一些综合考量 哦 ok 好 蛮有演员的就报名下去了 了解 对 那其实他那一团收蛮多 蛮多学生的 有蛮多其实是大学生一起来报名参加学习 哦这样子喔 是三色的吗一般来讲 对大部分是三色的 哦那你们这样子那时候一般多少人啊 你记得吗 大概快二十个吧 哇蛮多的耶 十几个 十几个 他有好几个助教啊 我觉得他诗生笔算抓的还不错 嗯哼 ok 所以有很多个助教 嗯 那请教一下就是 雪是不是有分种类啊 雪吗 对 就是什么软雪硬雪 然后有些雪可能久了会变冰什么的 对你雪其实踩 刚下来的雪就会是比较松雪 那以台湾的环境来说是比较湿的啦 就是跟你在国外踩的那个 感觉会不太一样 当然国外也很多国啦 就不一定 每个雪况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台湾雪季 就是在台湾雪季很多次 其实每次的雪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只是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人家踩过以后 或者说他可能稍微融化又凝固以后 那个雪其实是硬的 然后是会滑的 嗯 就有点像成冰这样子 冰雪 冰雪岩混合的 那其实是蛮难走的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会建议一定要用冰爪 就是好像是不是比较软的雪就可以不用冰爪 是可以这样讲吗 这个我以某程度上同意 OK 对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说不会滑 嗯 你踩了就会陷下去 对 其实它雪有一个厚度 所以那种叫软雪吗 对比较松的 那你如果是冰雪岩混合的地形 其实冰是会滑的 又硬 所以你灯岩雪岩踩上去 每一步都很滑 那个时候反而会觉得 呃 有冰爪会好走一点 是 可是它如果冰层跟雪又不够厚的时候 冰爪其实踩下去是会卡在石头上 嗯 你会觉得很费力 然后很烦很阿渣这样子 嗯 我宁可雪厚一点 或是都是冰 那我就靠冰爪硬干过去 对不起 因为我有一个 其实现在想起来有一点点危险的举动 就是大概七八年前吧 我有跟朋友去爬西岩南华 嗯 很简单的路线 嗯 对 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三一月左右清明节 但那个时候就下雪了 我在真的领队同意一下 因为他知道我体力还算好 我说那我能不能带另外一个队友们一起去爬南华山 结果那个时候沿路都是雪 然后就是所谓的软雪的情况下 就这样一步一步就很幸运的 在没有任何 譬如说迷路 因为那个雪其实一片白茫茫的 其实要不是是因为南华山是很简单的道路 嗯 所以还看得出路在哪边 不然如果是路径比较窄的 哇那真的会全部都盖住 你根本不知道你走在哪边 会影响你对路径跟那个地方的判断 对对对 是喔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下雪的时候去山上过 所以我其实没办法想象说 在下雪的状况之下爬山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可是既然你们提到了冰爪 那可不可以请阿瑟再告诉我们一下 如果当时你们在雪训的时候啊 会需要哪一些装备啊 呃那时候报雪训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是不懂嘛 对 那就那个雪训的主办单位他就会开清单 譬如说他就会建议你说啊那你要有你要买 一定要买盐盔盔 他就会建议说一定要买盐盔盔 因为头很重要嘛 那你敲到了就没有了 诶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盐盔可以买那种工人钢盔吗 呃 我觉得工人钢盔 待用不是不行 只是说盐盔他本身专门设计过啦 他可能比较轻 那他有认证嘛 所以他对于那个头部的保护会比较好 那再来是说他可能颜色 你去看颜色可能都是什么橘色啊那种亮的 其实会在你的雪地里面 看会比较明显 嗯 对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人家也比较容易找到你 嗯 对那其实你看工地的钢盔 他可能大部分是白色 哦 对那你这个在雪地里就不见了 哦原来如此 因为你会看不到 诶真的耶 在雪地里也是白色就看不到 嗯嗯好 对然后他会建议你可能要有吊带 但是攀岩的吊带也好 或者是说有一些雪薰的吊带啊一些 因为其实吊带 就是攀岩用的吊带他很多种 对 对那他可能会建议 哪一种比较好 但其实好像都可以用啦 OK吊带也是要的 吊带然后他会建议你说 诶可能要至少要带几个低行环 因为他会教你结简单的绳队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 基本的雪地救援 用绳子用低行环去架救护点 嗯嗯对那你要用这个固定点搭配绳子 把你的疊到冰系里的同伴拉起来这样子 会有一些这种课程 所以他会建议你要有这些装备 那再来就是冰爪 既然你是要上雪训的 那他就会建议你是标准的12爪冰爪 OK12爪冰爪 对对对 请问一下冰爪有分12爪跟几爪 12爪你会看到有比较折中的是10爪 10爪 然后还有6爪 6爪8爪我记得都有欸 有都有 但比较最常见的大概就是6爪跟12爪啦 6爪就是大概只有角的后面半 是 这样子6个点 那你如果是6爪这样平踩的话 基本上是OK的 对那12爪的话是前面 就斜肩这边会多了两个尖尖的往前伸的爪 这个金属尺 对对对 踢人人会受伤的 对踢人绝对会受伤啦 对那是说是帮助你在可以正面攀上比较垂直的 冰臂这样子 你可以善用那个前面的爪这样踢进去 踢进去然后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踩 嗯 所以冰爪部分就从6爪到12爪都有 那你们那时候买冰爪 就是带的冰爪是哪一种冰爪 因为我知道现在网路上很多有在卖那种简易式冰爪 就是有点上面是塑胶的啊 然后用套的那一种 那一种可以吗 还是一定要那种 那种不行 那种一般是给观光客在雪地 比如说北海道那种 那你雪地会滑 然后就是在比较都市的地方 你稍微有个小钉子可以踩住这样的 ok 对 所以那种就没有不能用来参加雪训这样 对那种没有办法参加雪训 而且那种你没有前面的牙齿 所以你没有办法练垂直 比较垂直的冰地旁登 ok 所以说就是要去买比较专业的冰爪就是了 一般就是12爪 你10爪的话前面的两尺是很短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用来盘灯 你一定要12爪 诶那这样听下来 对啊就是12爪听起来功能最齐全 对 那为什么还会存在的6爪10爪这些 功能感觉就是阴戈版的冰爪 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商品 佛光光客吗 呃佛光光客 我也不觉得佛光光客 光客应该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塑胶套 橡胶套它那种比较实在 我觉得6爪跟10爪都有一个风险 是会让用它的人走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个环境去 就是你走不过去你走不回来 会有这种事 会 就是你如果是雪季 你可能要上 譬如说雪山祖峰这样子 那这样这条路线大家都熟嘛 那你就沿着那个圈谷的侧边 这样一路上雪阻 你6爪的话你可能可以走得上去 可是你很难走得下来 哦 因为很危险 很滑吧 对你前面你的前脚掌是没有爪的 那你这样下来的时候你会变成 你要用脚跟去设法去稳定自己的身体 不然就要倒得走 对 太危险了吧 可是蛮难控制的 因为那里其实每年我们最常划算的那几年 每年的农历年都还是行李年 反正每年都要摔下去 一个马来西亚乔森这样 我们都说那马来西亚的乔森在抓交替 马来西亚 这是有故事是不是 刚好 每年都连续两年还是三年都摔一个 都是马来西亚人 都刚好 了解 那OK 所以会建议听众如果真的对雪训有兴趣 冰爪要买就买到12爪标准配备 12爪标配 可是12爪当然有缺点 譬如说它重 那贵 贵当然 毕竟它用料多人加一倍 冰爪多少钱 Depends 看三千块到更贵八九千都会有 哦 哇塞 OK 会建议说冰爪这东西可以买二手的吗 还是不建议 因为像攀岩的东西 我一些社团学长就说 你攀岩你要买你就买新的 不要贪图小便宜去买二手 因为那冰爪 会有类似的建议吗 冰爪有人租啊 所以二手我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那个 其实金属 因为大部分是钢的嘛 阿拉分都是钢的 或是不锈钢 材质不一样 那大部分是钢 是会锈的那种 哦 冰爪会生锈 大部分是会锈的 哦 真的哦 对 所以要保养才可以 对 那个你上山 然后下来回来就锈了 你回到家里就看到它开始锈了 你要先拿砂纸什么的 把那个锈磨掉 然后再上 我是上漆啦 就拿防锈漆把它涂起来 然后就可以百万明年 百万明年才会拿出来用 现在你说刚爬完就马上生锈 锈很快 它那个不是不锈钢 它那是钢 就是铁 你要说它铁也好 是会锈的 我觉得我用猪的叫我不要买 这个比较轻松 猪的比较轻松 对啊 听起来像我这种很懒得保养装备的 买了就亏了 对 但是还是会有人想要有自己的啦 我觉得有自己的也蛮好的 有自己的比较方便 对啊 你还要去订 然后请它寄过来 寄回去 因为它应该还有尺寸差别吧 我记得有 冰爪大部分都是可调的啦 其他调整的那个range蛮大的 所以尺寸倒是还好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像这些特别的装备之外 那一般来讲你们的穿着部分呢 那时候你们上衣有特别要穿什么样的材质 或者是什么样的选择吗 其实就跟我们上衫一样 就是穿那些保暖的 那我当然 我的习惯我是不会选羽绒衣当保暖层啦 我就是选比较厚的刷毛的排汗衣嘛 然后我可能补一件power stretch 然后选一件长刷毛 那你如果那天的课程 有可能会在雪地打滚的话 那我可能就把GOTX外套加在外面 这样感觉应该超冷的吧 雪序应该是一个很冷的课程吧 我个人觉得雪序蛮冷的 真的齁 你是怕冷的人吗 我是怕冷的人 我是怕冷的人 所以说你说你穿了power stretch的中层 中层 然后刷毛的内层 对我也会选长刷毛的中层 然后再加一件 再加一件雨衣这样 是加一件雨衣 OK 然后裤子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 裤子原则上也是类似的穿法 然后外面再加一件雨裤 就两件 对你可能会在雪地里一直滑 一直滑嘛 那有很多其实是操课啦 就是你要练滑弱自动 因为 in case你在雪地里 雪地里面脚滑了四足 你下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稳定自己的身体 OK 那手部的部分呢 手部的部分 我那时候没有买手套 是假的 对我就是用很简单的机车手套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优 不聪明 你机车手套感觉很保暖啊 不聪明 怎么说 会湿 会湿 然后也没有真的很保暖 机车手套不是防水的吗 机车的手套防水大部分是缝线没有处理 OK 原来 久了就湿进去 对你那个缝线是 但是登山手套的防水是有处理缝线 OK 所以说不能随便用机车手套就冒名顶替 对 那个 我有点蛮后悔的 但是我老婆有买手套 他买那个OR的手套 他两层的 就是内里有一层满贴手的 然后外层再有防水的 对 那他觉得好用吗 很优 哇好棒喔我也要买 对OR的应该真的很棒 那时候有冻伤之类的吗 倒是没有 就是很冷而已嘛 对 OK 有人冻伤吗 冻伤也太严重了吧 我们那年还好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OK 那袜子的部分呢 袜子的部分 我本来就是会穿两双 一双就是羊毛很薄的 然后再一双厚的羊毛袜 然后外面是登山鞋 OK 那登山鞋有特别选吗 登山鞋太软的不行 因为你要上冰爪 你如果要上冰爪 然后要做比较垂直的攀登的话 比较大角度的攀登 你那个鞋底一定要够硬 嗯 你不要 因为你平常绑上去以后 你这样钉上去 然后你踩的话 你鞋子如果是比较软的 那他就比较容易松脱 嗯 所以你鞋底要够硬 我那时候应该是Buster的登山鞋 就是全皮面的 全皮面 全皮面 我那时候是买全皮面的登山鞋 大概几万块啊 全面要上万吧 没有啦 好像九千块 那就是上万 差不多 哇 很棒 你那双现在还有在穿吗 我那双磨掉了 但我后来再买了一双 哦 同样品牌一模一样 同样品牌的另外一款 那其实价钱也差不多 你在台湾买的吗 我在山水买的 我大部分都在台北山水买 哦 ok 嗯 好 也许可以趁感恩节买一波 哈哈哈 那个感恩节 说要感恩节 那个什么Amazon 现在不是 美国Amazon75块美金以上 只系台湾 对啊对啊 免运费嘛 对75块以上免运 75块免运 好 这个可以下手 邪恶 对对对 趁这个Black Friday就可以下手 不过纺织品的那个税金很高 欸他是不是没查到就没事啊 可是Amazon这种 他走正规路线一定都会爆的 哦 你说他会爆哦 对啊他都是要申报的啊 哦是哦 现在不是连淘宝要进来台湾都要 你要买东西转运都要实名申报 嗯 所以超过3000就要爆了是吗 现在好像有调低欸 我有点忘记 哦 ok好 没关系 我之前有买过衣服打税好像14%吧 14% 好贵 14%很多欸 嗯 纺织品那种衣服类的 对啦我知道纺织品的 衣服类的很贵 衣服类的关税是高的 好吧 最好还是趁朋友去国外的时候 带一下 就是带回来这样子 可惜现在没办法 对齁 没办法出国 对齁 真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雪地还会有一些攀登的装备 嗯 那比方说我看到这边就有介绍冰斧 欸冰斧又是干嘛用的呢 冰斧最主要是说 呃 像我们山记在爬上 我们可能会拿登山杖 对 那你雪记 其实你可能就是拿一支冰斧 哦 所以它是登山杖的用意啊 呃 某程度上你可以当登山杖这样撑 那其实它最主要的用意是在 你在雪地斜坡这样滑倒的时候 你可以用它去盯住那个雪面 做一个滑弱自动 让你的身体稳定在雪坡上 不会继续往下滑 哦 它其实是一个安全的用途 欸冰斧一个大概多大啊 大概多大 其实大概就是70公分上下 嗯 是身高不同 因为它有不同的长度 哦所以它也是要看身高不同 对对对 选自己适合的冰斧 对 大概就是你拿着冰斧的那个上面的敲的部分 然后垂下来 杖尖的部分大概在脚踝的位置 差不多快碰到地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长度 所以说冰斧是你每一堂课啊 都要带着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你只要在雪地 最好就是你颜亏冰爪冰斧都要在 哦 ok ok 那像单杖可以拿单杖 冰斧我可以只拿一个斧 还是说通常会建议拿双斧 冰斧 你如果是剑形冰斧通常就是一只 剑什么叫剑形冰斧 就是你仓你会看到比较直的 那它基本上就是让你在雪地行走 可以稍微撑一下身体 然后滑倒的可以做一个滑落自动 自动 对可以做一个自动 这就是剑形冰斧 那就是一根就好了 你会看到人家拿两根冰斧的那种 通常都是攀登用的 所以它就是搭配它的 攀登冰爪 往上爬的 对这样往上一路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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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垂直的冰斧这样一路往上攀的 是 你们那时候有到垂直往上 没有没有 我们那是非常 非常beginner basic的那种 对 哇对啊感觉还要在那个攀着冰 往上爬 感觉也太难了吧 那个 其实我之前听他分享是说 好像韩国有专门这种冰攀的场地 所以就会有爱玩的人去专门飞过去 专门就是变冰攀这样子 嗯 这个感觉 应该要有人在下面确保吧 对那也是要确保 那就合理一点 不然也太可怕了 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电影 都是那种free solo 完全没有确保的 我会觉得非常带走 对啊太可怕了吧 欸台湾有在交这个吗 台湾有这个场地吗 台湾没有办法 台湾没有 没有办法结冰结成这样 对对对像 欸刚刚说我是14年开始参加雪训 对 好像是不晓得是那一年之后 不晓得是14年开始 还是15年开始说 有分级嘛 规定要有雪训的证明 对不对 那我刚好就有catch到 欸那我 所以我之后雪季爬山都爬得很高兴 就不会被打住 有雪训 是申请入山入园就不会被打 对对对对 欸所以冬天就只有你们可以去爬山 现在取消了对不对 我不确定欸 现在是好像比较宽松了 三年接近之后 好像就有取消不用雪训也可以上去了 是喔OK 我不确定 没关系我们再确认一下 OK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冰斧冰爪 嗯 还有雪鞋 有这个东西吗 其实我就是登山鞋啦 OK 我就是登山鞋 喔所以其实也有人会穿雪鞋就是了 嗯 它是看起来不像鞋子 可以绑在鞋子下面 可以扩大接触雪面的面积 你讲的那应该是熊掌 对对对对熊掌鞋 熊掌鞋 对它就是很大的一个面积 你可能是竹边的或是其他塑胶材质什么都好 嗯嗯嗯 那你本来脚就只有这么大嘛 你绑上去以后就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面积很大 对对对对 分散你的分散你的重量 OK 欸不好意思我拉回到刚刚上一个话题 冰斧除了拿来当冰斧 冰斧在其他三季 就是春夏秋 冰斧还有其他作用吗 我都放在家里墙上当装饰品 因为我一直觉得冰斧就是如果有其他作用 会让我有更想买它的欲望 没有 但是我还没有决定要雪季爬山的时候 我冰斧就买了 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看 对啊我觉得好帅喔 男生 那你放在机车后面可以仿身啊 哈哈哈 就是打电动的时候你知道 因为我刚刚问你说单斧或双斧 就是因为打电动狂战是拿双斧是标配 就觉得哇 就觉得如果它有一个什么额外功能 那我平常爬山我带着我也爽 对 你可以防身 你可以平常背在后面吓唬人 那个防身太费力了 太费力 对比较 比较 比较省力的做法是拿刀用刺的 这样干掉才会有效率 对 你像那个Barberia拿两个大斧很帅 可是 那个砍下去不会死 那个干架没有效率 真的喔 冰虎是很重的吗 冰虎很轻 冰虎很轻 冰虎很轻喔 对 感觉起来我以为它很重欸 所以它其实是很轻的 对它其实是铝合金 喔它是铝合金的喔 然后就是上面的杖间 当然是不锈钢这样 喔原来如此 因为登陣装备已经很重了 对啊 雪地装备更重 我觉得雪地装备是超重的 对所以它能够轻量化 它会尽量轻量化 因为那你看喔 所有你平常登山的都要有嘛 甚至更多因为你要多一点保暖 对 然后再加上这些冰 等于说雪逊所需要的这些装备 那你们每一天出客都要带多少公斤的东西 你记得吗 每一天出客其实还好都在身上 你没有特别需要多带什么 因为你是以369为基地嘛 那你走到圈谷 你就是基本上跟你平常三季工顶一样嘛 你就是带一点带风雨衣 带一点行动粮 带水 那你剩下的要超客的装备就是穿在身上 你可能吊带是穿在身上的 那低行环就直接挂在吊带上面 冰爪一出来就是穿在脚上的 OK 颜辉在头上头灯 然后冰符这样子 了解 对 好吧 那我还是打消买冰符的念头好了 我就可以买啊 真的吗 对我还没有开始许训就买起来了 你是现在想脱手卖给我所以这样 并没有 并没有我不卖给你 我不卖 所以你都是自己买的 因为我听说不是也是可以用租的 还是说学校有提供 就是登山学校他是不是有提供 冰符我不确定 冰爪通常是可以租啦 都有得住 OK 可是那这样的话冰符就像阿布讲的 平常就真的没有地方用 如果说没下雪或者你雪季没有去爬山 他真的也就是放在家里 真的真的坦白说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种东西 好了解 是有点可惜啦 雪地专武啦 OK OK 好 欸刚刚被我扯开话题了 是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复习一下有保护头部的颜辉 手部的保暖手套 然后手上要拿东西嘛 拿冰符 也介绍了 然后身上保暖 脚有套冰爪 然后有缺什么吗 最好要有太阳眼镜 欸对跟我想的一样 雪地 OK 那反光会很刺眼 所以你一般的太阳眼镜就可以了 一般的太阳眼镜就可以了 OK 那你们会戴口罩什么的吗 口罩 上衫好像都是用魔术头巾 拉起来的 所以魔术头巾 那你们帽子是戴帽子 一般的遮阳帽还是毛帽什么的 毛帽吧 类似毛帽那种 就是毛帽然后再戴一个颜辉 对再戴颜辉 OK 欸那如果不戴墨镜 就真的会雪盲是不是 你会很不舒服 倒也没有到盲 只是会对你的视力会有影响 就很刺眼这样子 你会觉得很刺眼 你晚上就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可不可以 因为像有人穿滑雪的装备可以吗 滑雪的装备可以啊 我觉得滑雪装备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重 跟登山装夷一样滑雪装备就是比较重 所以滑雪装备其实也可以 只是滑雪装备相对就比较重一点 对 OK 因为像我去日本我就有看到很多都卖滑雪的 那个大衣 可是这个大衣的确是很重 但是他们很保暖 然后很防水 对 但是非常的厚重就是了 可是以登山来说滑雪的那种大衣 或是雪裤好了 都不够俐落 对啊 因为你滑雪的动作比较单纯嘛 你脚不会一直要攀爬什么的 爬山的膝盖是要比较灵活的 有一个攀爬的高度 因为你那个10階有高有低这样子 嗯 滑雪就很实物实物这样下去了 欸我想问你有没有推荐什么牌子啊 不管是衣服或什么的 我觉得你好像很了欸 我自己是用Hazzle的盐盔 美门是买Black Diamond的 哦 对啊我觉得品牌也大 也好看 然后也不算贵 那你自己觉得如果以保暖来讲 你会推荐什么厂牌 牌子 呃我比较偏爱 我以前啦我以前比较偏爱刷毛 嗯 所以我都买Mountainheadwear的 譬如说Monkey 然后他有一阵子还出了Monkey Pro 然后更厚我就再买了一件Monkey Pro 然后Monkey他有出保版的 叫Monkey Lite 我也买了一件Monkey Lite 你真的很怕冷欸 对 所以那真的很保暖是不是 它是什么材质啊 它就是SERMA Pro的长刷毛 哦 OK 那也是台湾山水就可以买得到 欸山水好像没有进Mountainheadwear 他好像本身没有进Mountainheadwear 我不晓现在有没有 他现在要 他现在要扩充店面嘛 说在两个礼拜他把隔两间 本来是那个普勒的那个店面顶下来了 你很懂欸 所以他在过两个礼拜那边要开幕 他就 我听他们那边的朋友说 一边是变成是衣服 一边是卖装备 哦 那现在是二楼是衣服嘛 小小的 那现在要把衣服推到另外一边去 然后这边 原本的店是专卖装备 OK 所以你觉得Monkey Hotwear的还不错 对 长刷毛我是蛮喜欢他们家的长刷毛 他长刷毛不会很重吗 重 对那我现在是 我后来有买了长刷巷的Broad Peak 布罗德峰的羽绒外套 我觉得那些也很优秀 哇塞 你看这都是撒重金的 我在笑就是 哇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专有名词 是是是 对 那比较容易买到可能是Montbell 你如果去日本都可以买 Montbell的那个羽绒外套我也觉得很优秀 嗯嗯 又轻 然后价钱也比较便宜 轻民 对 相较于长刷巷来说 轻民很多 嗯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羽绒外套也很优秀 CP值还OK啦 诶那 就你砸在雪训装备上大概砸了多少钱 砸在雪训装备上我不知道 有时候装备有时候是自己爱买有没有 哦 有些是非必要 哈哈哈哈 对啊 雪训装备你抓一下嘛 看冰斧冰爪眼灰 大概就这样了 其他你本来就是三级爬山都会用到的 嗯嗯 但是你还是有买另外像扁袋啊这种 啊对啊对啊 但是那个有时候你去 但那种不贵啊 那几百块吧我记得 不不不不 判一吊带两三千块跑不掉 真的假的 我们那时候买吊带有这么贵吗 我们那个叫扁袋 那个不是吊带 吊带是 不一样哦 对那不一样 哇塞 所以至少要准备个两三万去买这些装备 才买得起 觉得过得很舒服 OK 中肯 我还是努力赚钱 对对对 先把钱赚住 先努力赚钱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前面有聊到 其实那一团很多是大学生 大学生 跟我们 我去雪训的时候已经三十来岁了 那个手头上我想会有一点差距 所以他们就过得不舒服 我有看到轻片语衣的 其实我觉得蛮不应该 轻片语衣受雪训 对 那这样不会被教官骂吗 老师当然考虑他啊 对啊 清片语衣欸 在想什么 就是 那怎么办 还是照穿 就只好上 硬着头皮上 还是照穿 还有我们那几天天气好 所以他就反正 也没有什么时温啊 或是什么那种困扰 我记得 不优 对啊 在报名简章上 我就看到他有说 要带哪些装备 对 对啊 再怎么将就 你可能也要花个八九百 买一套机车语衣 对啊 至少也机车吧 轻便语衣 至少你这样花个几次 还不会破 对啊 我觉得语库其实是消耗频 就是每年冬天 你可能都要换一件语库 是喔 我会觉得 欸这真的是看人欸 我上次也是买了一个很棒的语库 好啦我直接说就买了那个North Face的 然后两三千块 结果一刮就被刮 炒刮破 我整个超心疼的 爬山的时候 对 那就没办法 雪季的话因为你还有冰爪 你很长时间是被自己劈破 对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所以语库我倒觉得不要买太好 就是你要舍得让他抄 当作消耗品这样子 语衣可以买好一点 ok 有道理 好喔 哇今天就是收获良多 没错 那我们今天上半集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跟大家介绍完了雪训应该做的一些装备上的准备 那下一集我们就开始进入说我们真正在上雪训的时候 课程会提到哪一些内容 ok 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那就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让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越来越开乐的FB IG Telegram的粉丝团 那就下次见咯 掰